莫特有出生的陈晓蕾在2018年被诊断出听神经瘤 进行开刀治疗后却出现了颜面神经失调 还有左耳听不见的副作用 而当2020年又复发时 他则改用放射治疗速风刀来处理 但却出现了后遗症 每天起床头就很晕 想抓东西也抓不到 去看了医生才知道 因为放射治疗会刺激周遭组织 因而产生许多组织液 刚好压到脑干才会这样 后来他自费打了标靶药剂才好转 不止这样他还有另一个疾病产生 就是他从20几岁时就发现 自己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让他在手指关节处明显变形 现在就是每半年住院两次 身体状况曝光后也让不少粉丝看了很心疼 不过也认为陈小蕾很勇敢 有一天一定会全部好起来的 不过也认为陈小蕾 不过也认为陈小蕾 不过也认为陈小蕾